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制作听写备忘录 也就是直接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档 存到备忘录里面喔 今天要教大家这个听写备忘录呢 我自己私心非常希望 在我学生的时候有这个功能 这样上课就可能不用做笔记做的那么勤了 它都会自己转成文字 还有就是上班开会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听写备忘录的功能的话 相信会议记录音要会变得好做很多吧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听写备忘录呢 它是从声音转成文字 所以它是不会记录任何音档的 如果你要记录音档的话 还是要用这个语音备忘录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用到捷径 然后把它当成桌面小工具 新增到我们的桌面上 那你每一次听写完 它都会变成一条备忘录 就是你按一次 然后它暂停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条备忘录 它没有办法就是 例如说暂停一下 然后又继续停写 暂停一下又继续停写 如果你想要做很长的备忘录的话 等一下你可以设定它 就是都不要暂停 那我们在开始写结晶之前呢 我们要来新增一个备忘录的资料夹 这样才不会跟你其他手打的文字 混在一起 那首先呢回到你档案夹的目录这边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 夹号资料夹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帮你的资料夹取名 例如说你可以去听写备忘录 这样子 然后按一下这个储存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使用捷径了 先找到你的捷径这个APP在这边 进去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这边按加入动作 然后搜寻听写 听写 下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听写文字 把它加入 加入之后呢 下面有个显示更多把它点开来 里面就有语言嘛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设定你想要哪一种语言 那我这边就选中文 然后下面停止聆听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说它暂停的时间要多久以后 如果你希望它在你讲完话之后立刻停下来的话 你就选这个短时间暂停之后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听写备忘录的话 你就选这个点一下时 这样才能确保它不会突然停下来 那选完之后呢 我们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这一次搜寻备忘录 备忘录 备忘录里面就有一个制作备忘录 然后点这个 然后下面有一个显示更多 也把它点开来 这个显示编写工作表如果打开的话 它每次都会询问你要存到哪一个资料夹 那如果你希望它自动储存的话 你就把它关起来 然后在资料夹这边呢 我们就去选我们刚才已经新增好的那一个资料夹 也就是听写备忘录这个 点进去 这样子它每一次听写完之后 就会自动储存到这个资料夹里面了 这样子就写完喔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 那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这边 然后这边帮你也捷进命格名 那我们就命名为听写备忘录 然后按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就写完了 那我们现在呢 到桌面上面去新增一个这个小工具 那先长按你的桌面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加号 点进来之后呢 找到捷径这个选项 捷径在这边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马上看到 你刚才已经写好了这个听写备忘录 如果没有看到也不用着急 我们等一下加到桌面之后再去做设定 那直接按这个加入小工具 那如果你这边出现的 不是你刚才写完那个听写备忘录的话 你就在抖动模式点它一下 这边就可以去选你刚才写完的捷径这样子 或者是你在这个正常状态下呢 长按这个小工具 然后这边就有编辑小工具 这样子也可以去选你刚才写完的那个捷径 那这边捷径新增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新增一个备忘录的桌面 小工具可以让你随时打开那个资料夹 那就是长按桌面 然后再按一次加号 那这一次进来呢 找到备忘录 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选看你要小中大哪一个 那我们先选小的 然后按加入小工具 这边你也可以在抖动模式下点开它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你的资料夹 选刚才的听写备忘录 这样你随时点开它 就是你刚才录好的那些东西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看 这个听写备忘录 它录起来是怎样的感觉 你好我是苹果妹 现在呢我正在测试听写备忘录 它听写的能力如何 你是不是能够听出来 我每一个字在讲什么呢 好这样它会有个打勾的符号 就代表它有储存成功了 那现在呢我们到备忘录里面去看一下 它有的时候在桌面上 不会及时更新它的最新的备忘录 你就点进去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刚才在捷径那边 设定的是点一下再暂停的话 它应该会有一个扭 让你可以做停止这个动作 那停止之后呢 它才会存成备忘录 那我觉得这个听写备忘录呢 对于学生啊 或者是上班开会 要做会议记录的这些人 真的会方便很多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今天的小小捷径教学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记得要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哦 另外呢你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AppleMade123 我会在里面不定时更新我的限时动态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